这几天空降兵某空中突击旅的年终考核正在进行 作为空地一体以空置地的空军新制作战力量 空中突击旅整合了散将部队远程直达的优势 和突击部队火力强大的特长 在未来作战中担负着要预要点夺控等重要任务 为扎实检验一年来的训练成果 在这次考核中科目设置紧贴实战 作业强度大于实战 考核标准高于实战 可以说是对抗性十足 硝烟味浓郁 率先进行考核的是 担负先期火力打击任务的武装直升机编队 到达作战空域后 飞行员们根据目标类型 自主选择弹种发起攻击 精准的打击为后续部队展开创造了有力时机 搭载着先前突击分队运输直升机迅速进入战场 实施索降 天鹰天鹰我是眼镜蛇 方箭敌装甲车一辆 坐标两四两六 依托侦察组无人侦察机提供的信息 空中指挥机命令就近待战的两架武装直升机 向目标发起攻击 空中火力打击 主要是以隐蔽突然的行动 对敌要害目标实施打击 火力反应时间很短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快速发现目标 快速实施打击 敌前沿阵地危险被排除后 数个突击分队采取多路多批次的方式 左降 激降向敌纵身发起攻击 空兵分队成功破战后 炮兵分队撤离炮阵地 在炮兵火力支援下 突击分队趁势突进 成功拔掉敌暗保火力点 接连遭受打击的敌军不甘心失败 向核心要点派出增援部队 眼睛手 眼睛手 我是毛组音 迅速引导采见 打击敌增援兵力 并迅速启发无人机 做战场阵场完毕 根据敌情变化 空兔旅两架待战武装直升机 依次进入战场 对敌增援兵力实施打击 地面炮兵分队也根据 无人机回传的信息 发动补充打击 空地高度融合 就是在火力应用上更加灵活 在我们地面突击分队 进攻受阻 营输火器无法迅速将其摧毁时 可以呼叫空中武装直升机 和地面炮兵进行火力支援 在这个旅强大的空地火力打击下 敌核心目标被成功夺战 两架运输直升机 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 为部队补给武器弹药 并后送重伤员 我们依据实案背景 设计内容 根据战场环境构设条件 全面检验部队 快速反应 战场感知 指挥控制 作战保障 战时政治工作等能力抵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